好 早安 我們來看到的是現在衛星雲圖 看到在我們東北方 中度颱風 山山颱風 好 雖然我們之前講不會對台灣有直接影響 但是呢 現在往日本去 好 有兩個地方我們特別關注 第一個呢 是對日本的影響很久 而且呢 可能比翔中要大 第二個呢 可能會影響到我們的天氣 尤其在氣溫的部分 好 我們來看到其實呢 現在山山颱風 它逐漸呢 呃 這個往日本方向移動 但是它路徑往左邊偏 呃 往這個西邊偏之外 它的整個呢 大迴轉的這個角度也非常怪 有人說好像抓著日本的一樣 緊抓著不放 我們待會來看這一張圖你就知道 那另外你可以看到 從衛星雲圖來看 我們台灣本來在東方呢 有所謂這個低壓的一個系統 現在也因為它轉向日本稍微減弱 所以我們短暫 好 雖然我們還是身處在一個大低壓帶當中 但是你現在看啦 我們周圍呢 相對比較勤啊 好像一個三不管地帶一樣 好 所以呢 相對我們氣溫比較高 但是呢 天氣還是不穩定 好 我們就來看看 剛剛講到這個山山颱風怎麼走 好 你可以看到呢 它其實呢 這是呢 氣氧專家林 呃 林德恩他講的 他說好像追著打 繞行日本一圈 為什麼那麼說 其實本來我們之前呢 本來預估 它大概呢 山颱風會 呃 這個在四國附近的登陸 但現在的路徑往西邊偏 那往西邊偏 當然對左邊的九州這邊影響就大啦 好 這個 呃 常去日本都知道嘛 那這個九州這邊呢 是等於是呃 在整個日本的最南 呃 相對比較南邊的地方 那它這樣的一個路徑呢 往北偏之後 再往東北走 呃 幾乎就是沿著這個日本呢 這個一路往往這個北走 走到北海道啊 所以呢 它這個路徑往西偏 轉的角度又比較大之外 再加上它有點變慢 所以你看喔 它大概呢 會在呃 這個30號 29號前後 中心在九州登陸之後 然後呢 速度又變慢 它一直會影響到 大概9月1號到9月2號 也就是說從現在開始 一直到下禮拜一 它可能會影響日本啊 好 所以你最近呢 如果要到日本旅遊 特別呢 要注意啊 因為它現在強度在登陸前 可能會是最強 現在中途颱風 好 所以呢 日本氣象廳對它也不敢大意 而且影響時間很長 可能會影響到下週一 所以呢 如果你要到日本最近去喔 要特別注意 在這個航班資訊的部分 那至於我們會被怎麼影響呢 我們看到這張圖喔 好 這張圖呢 是呃 在這個天氣風險這邊喔 好 來跟大家呢 來做一個提醒 就是它現在呢 往這個北 轉東北方向一走 好 當然呢 這個低壓的部分呢 也會呢 受到它的一些影響 牽引 好 所以我們講到所謂它的外圍 呃 呃 外圍沉降的一個效用 會讓台灣相對比較晴朗穩定喔 在上半天的部分 比較晴朗穩定 然後呢 氣溫會很高 所以呢 上半天晴朗穩定 那下半天呢 卻有午後雷震雨 這是因為我們剛剛講 我們還是處於一個比較 所謂的大低壓帶的一個系統 到了午後 對流 還有大氣 相對比較不穩定 也就是說 突然上半天很熱很熱 到下半天呢 你可能就要碰到像這樣的一個大雨 好像今天呢 預估在山區的這個雨勢呢 呃 也是呢 不容小覷啊 明天 甚至禮拜三 禮拜四 都大概是這樣的情況 而且現在是偏比較西南風的一個風場環境 所以中南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還是要特別注意 突如其來大雨 還是有可能發生 好 所以我們來看到 在禮拜三呢 是偏西風轉西南風的影響 禮拜四又是西南風增強 所以呢 也就是說在中南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在這個中午過後 特別要注意 不過上半天還是很熱 有多熱 我們來看看即時溫度的部分 好 現在呢 這個現在七點二十二分 你看到臺北了 已經二十九度了 接近三十度了 好 再比中南部還要熱 好 所以部分地區 因為相對比較輕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這個部分 因為現在所謂的颱風外圍成像的這個增溫的效果 所以今天部分地區很熱 昨天最熱是在屏東岩埔三十六點一度 今天甚至部分地區 都有可能到三十六甚至三十七度都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呢 上半天還是提醒大家 要注意防曬 防中暑 那在下半天還是要注意在午後 熱對流降雨的情況